我覺得侯友宜跟趙娃康已經知道 他們接下來就是要大量去找20到40歲的雪妮娜 包括侯友宜提的555 那個防貸政策也是嘛 那個賀龍許曉星去了沒有 去了 去了啊 他就是去了現場啊 那播出了嗎 播啦播啦 已經播了是不是 我記得我看到了 對 我當然是建議 邵康兄去賀龍的節目 沒有啊 聽說已經接 已經接洽了 因為那個大概是目前最紅的政論節目 我記得有一場超過100萬 那這個學校連文化大學都會拒絕 這個我是有點意外 因為那已經是私立大學 而且坦白講那個向來跟 以前國民黨還有不少人在當董事啊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連現在他們對教育部也那麼戒慎恐懼啊 對啊 很怕啊 真的很怕 沒有 因為教育部有權去做教學評鑑 那在裡面是很容易給你穿小鞋的 那時候萬一就秋後算帳啊 對 那公立學校就不用講了嘛 那那個竹科你剛剛講那個商旅 那個根本就在竹科管理區裡面啊 是啊 所以也是一樣行政區 行政單位介入嘛 就是這個東西本來都付錢了耶 都說要可以取消 沒有 公立學校我可以想像啦 因為都是公務員 搞不好也給你記過 找別的原因啦 那文化大學也怕成這個樣 這個表示民進黨執政78年喔 對這個部分介入很深啦 不然不會這樣啦 事實上我問我好幾個朋友 這個有關行政系統的 他對檢調 還有對司法系統 對這個外交系統 教育系統都介入很深 還有文化部 文化部 這個大概是蔡英文最大的成果啦 就是他一定會派人去當機要嘛 去當必要的這個 這個叫什麼 他實際上有點類似監軍的角色 可是也在那個部會裡面就職啊 那就會知道各部會的實際的狀態 其實民進黨這一招是蠻厲害的 所以這個我也是聽那個介大使跟我講的 說他們就是會插人 然後從重要的機要開始做起 所以各個比如說 菊啊 醋啊 師啊 那業務都會非常清楚 那也會知道各別人的一些可能的傾向之類的 那這個就是 因為教育部以前沒有管那麼多的啦 當然那個選舉期間 去校園這個法律沒有規定啦 可是基本上公立學校我知道是大概會避險 可是私立學校也避險 這個是難以想像啊 我覺得年輕人高中生也沒有關係 事實上柯文哲走了很多高中 對 而且柯文哲也發現他的粉有很多都是高中生 甚至還有小學生 所以他們現在在搞孫子兵法 請孫子去勸爺爺爺爺來投給柯P這樣 這個他們叫孫子兵法 這個2014年他最後一波的 就這一票兵孩子的話 對那時候我就跟聖文那邊講說慘了 現在到孫子了 那一票是到孩子 因為柯文哲也老了 然後我那幾天碰到陳婉惠嘛 那就說好多學生都主動說出他的妙招這樣 比如說就有一個國中生跟爺爺說 說你投給柯P 我未來一年我每天都回家立刻做家庭作業 怪招一大堆 這個沒有接觸真的不會知道 就不知道你有什麼招 那因為20到40歲就是政黨屬性不定性 那可能就是憑一種感覺在投票 就你平常有沒有跟他在一起 你有沒有尊重我 我關心的是你有提答案之類的 所以我覺得侯友宜 他必然提出555這種東西 他就要想辦法 我覺得他應該去想辦法要接觸30到40歲的 因為20幾歲的大概555也還沒到 你知道吧 所以我覺得他就要有一些管道去找30到40歲的 那種壯士帶這樣子 對 就是可能剛成立家庭那一種的 那種事實上 對經濟的議題就更敏感 更有感覺啦 那你那年輕的比如說他關心兩岸 因為他還沒當兵對不對 那所以我是覺得 我是覺得趙高康是蠻不容易的啦 因為你剛剛念那個臉書 他的用語 我覺得都也都是蠻接近年輕的 就是他真的有對上那個 對上那個頻率 對 坦白說啦這個他都已經是七三老爺爺了 真的 我覺得蠻厲害的 有這麼辦法 到這麼接地氣 跟小朋友同樣的頻率對話 不容易啊 真是不容易 那表示他整天都從這個 這個去年一路大概兩年了 都在搞戰鬥欄嘛 這個真的有作用 他知道他們在幹嘛 而且他那個時候坦白講真的蠻認真的 這個連漢廷都知道 就是他各地駐獎 他真的是這樣 就是到處幫那個縣市議員駐獎 那好像當選率高達八十幾%這樣 我覺得他就是有努力在 努力在作為一個媒體人 那知道方方面面在關心什麼 要用什麼方式跟他溝通 這真的跟年紀沒有關係 事實上柯文哲 柯文哲年紀也比我大 對不對 事實上賴清德跟侯友宜 相對上就是比較拘謹 那侯友宜就是個公務員嘛 這個那賴清德是最不應該啦 因為民進黨的政治人物 像他那麼驚的真的不多 就是他好像也經不起開玩笑啦幹嘛啦 就會很緊張 那照樣看完全不會 所以國民黨真的有找到年輕票的突破口嗎 有 可是就是要有這個畫面 年輕人是視覺動物啦 他也不會那個Podcast他們也不習慣 他就要看到畫面 那這個東西就是要剪 就是我本來就是設想最好的狀況 就是能夠一個禮拜 比如說半個兩三場 然後就是剪 事實上柯文哲現在KBTV就是這樣搞啊 他弄成一個頻道 每天播出以前的精彩畫面啊 那就表示他的存檔真的夠啊 就是這樣啊 這個就好像漢庭啊 他再過一屆議員 他那個漢庭爆笑劇大概就可以剪 你可以拍 可以播出嗎 三個月 這樣 兩個這個要修正 是在當晚一屆立委 是是是 謝謝 OK 不 簡單講就是 你有在積累啦 所以你剪出那個精彩片段 很快就會讓大家勾起回憶啦 那柯文哲坦白講就是 人家已經認真了七年 八年了 他從市場就開始玩這個啊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是趙昭康他努力幫侯友余 補足這個沒有人在做的這一塊啦 這個國民黨也不是完全沒這種人啦 可是像許曉星他自己在選啊 羅志強也自己在選啊 他們也是努力在做這一塊 可是相對真的就比較弱啦 比如說你 市場蔡清德已經比蔡英文弱很多了 對 對 蔡英文事實上你看蔡清德的那個粉絲 86萬 這就該打屁股啊 你當過當過行政院長 當過台南市長 當到現在你粉絲只有86萬 這個真的太丟臉了 那柯文哲216萬 蔡英文是在選總統2020的時候 也是接近200萬 那他現在已經超過300了 對 所以而且他因為他在經營 所以他平常就有在上網紅大咖的節目 這個就是互相蹭啦 所以你這個時候請人家來幫你就會容易一點 這個就是有在經營啦 我覺得柯P也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趙浩康就是 這我也不要說是什麼 這個當活馬医啦 就是都沒人碰那我就盡全力吧 強一點是一點啦 對啦 就是這樣啦 那事實上有些廠 我覺得那個群眾廠 比如說傅崑崎那種廠 那也不一定要趙浩康去啦 也許趙浩康就發揮他這個特異功能這樣 專攻年輕人的廠 因為這一塊真的沒有人能夠經營 那其他的廠 比如說傅崑崎那一廠 馬英九也去了嘛 那也是過關啦 沒問題啦 這個就是大概那個群眾廠 那就讓別人去跑吧 傅浩康就裝攻這一塊這樣 因為大概只剩下一個月而已啦 對